各位,上次那位中元八二抓了胡蘇老鐵傳甲 就準備將他開空挖心,來拜祭一個死了的人 但是中元八二的老三哪一號呢? 就說請了三個人回來做公正人 到時要審清了鐵傳甲,是不是該死才殺他 免得江湖上傳中元八二立戀殺人,這樣說 那單眼婆就問他請了邊三個正人 邊號就說一個是鐵面無師趙正義 一個是大官酒樓的港古佬 一個是初出江湖的年輕人 那個單眼婆一聽就說 哎呀,一個初出江湖的年輕人 你才認識他兩天 就叫他回來做正人 看來你喜歡亂識朋友的脾氣 到今天還沒改 哼,老三 如果當年不是你帶鐵傳甲回來 說他是好人 我們又怎會跟他做朋友 翁天傑又怎會寫在他手上呢? 邊號一聽單眼婆這樣說 就即時不敢出聲 但是盲佬就說了 怎麼說都好 找幾個來做公正都不錯的 免得被人傳我們中原八二立戀殺人 也不敢出聲 況且老三都請了別人來 要人家在外面雪地上捱冬 我们做不出吧 单眼婆一听那样说就有点松口了 哦 什么人都请到来的了 哪号啊 我本来想着是想请他们去龙少云道 当着大家面将这件事了断了算的 想不到大嫂已经找了铁某回来了 单眼婆就拗头拗计想了一阵 伸手咔咔拉开门大声说了 三位横店都来了 请进来 铁全甲跌了心水 他再都不睁开眼 此情此境 他实在不想再见到铁面无私自护正义 他想着什么都不看 什么都不说了 听脚步声响 果然有两个人走了入屋 第一个脚步沉稳 下盆显然是很有功夫 南拳北腿 赵正义是北方豪杰 功夫着感大半在两只脚里 第二个人的脚步很重 很浮 走进来的时候 还有些气挪气喘 这个人就算懂功夫 都正式是床下底放止妖 不高得去哪里 这铁全甲听不出第三人的脚步声 难道只有两个人吗 亦说是第三个人 走路的时候 连一些脚步声都没有 这阵时好像听见那个盲佬 站起身说了 为了我兄弟当年的一些恩怨 要努烦三位 已经是很不应该 又要三位在风雪中等候多时 更加是该死 请三位恕罪 他说话何时都是这样的 不急不慢 冷冷淡淡 没有人听得出 他说的是真心话 还是单单打打 已经听见赵正义把声了 我背为了江湖公道 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 易二先生又何必客气呢 这个人一是不开口 一开口就是光明堂皇的说话 不过他那些话 铁全甲早就听到厌了 简直想吐 又听见一把好仓老下的声说了 老老虽然是个港古佬 不过平时说的多数都是江湖合事的事 心仰慕了好久了 今天成蒙各位看得起 来到这处真是三生有幸啊 盲佬啊 希望各下回去之后 将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向天下的人原原本本本地说回出来 我兄弟就得益非浅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一样老柳啊 容易不容辞的 老柳一定会将今天所见所闻 一点不漏 说回出去 边三爷找老柳来参与这件事 也都是这个意思而已 哦 铁全甲这样才知道 边号去找这个港古佬来的容易 他忍不住暗中佩服边号 办事认真周密 听见我那个单眼婆就出声了 不知道这位朋友归姓大名呢 讲不讲得出来的 这句话 显然是对进来的第三个人讲了 但是第三个人没开声 边号就答嘴了 嘿嘿 这位朋友素例不想人家知道他的姓名的 盲佬一听就说了 他的姓名 跟这件事没关系 他不想讲 我们无谓去问 不过我们这些人的姓名 他就不可以不知道 边号就立刻说了 我们本来有八兄弟 当年成梦江湖台举 叫我们做中原八二 盲佬就立刻答嘴了 这些不是江湖朋友台举 我们兄弟武功虽然不出众 上茅更加不惊人 这平生做的事 是以意气为先 没有说不见得人的 赵正义就大声说了 中原八二 中原八二 以博云天 江湖中谁人不知 那个不晓啊 那个港股佬就拍行首张话了 哎呀呀呀呀呀 中原八二 哎,名字真是夠曬響 这位老先生 就肯定是大义士了 盲佬立刻说 我不是老大 我是老义 叫易明湖 往日人称神木如殿 自家 现在我的名字叫做 有眼无珠 你记住 港古佬就说 在下不会忘记 那接着下去 江湖八二就逐个 说出自己的真名 那个江湖客 就是老三 叫做边好 卖约佬是老四 叫做金锋版 卖鸡脚鸭的肥佬是老五 叫做张成勋 老六就是打柴人 老七就是那个側头佬 叫做公孙瑜 卖豆腐的就是老八 叫做西门恋 他们的老大 在二薄云天 翁天杰就已经被人害死 那个丹眼婆就是他老婆了 那对了 中原八二是因什么事 和胡苏老铁拳甲这么大仇口呢 原来这中原八二 他们兄弟八人是情如手足的 虽然个个都有自己的事 但是每年的中秋节呢 都要去大哥翁天杰家里住一排的 那十八年前那个中秋节 老三边号就识了铁拳甲 当了他是好朋友 就带上去翁天杰家里住啊 谁知过完中秋 中原八二就散晒了 铁拳甲就暗中勾结翁天杰的一些仇家 杀了翁天杰 烧了翁家庄 翁大娘当日被仇人一刀斩正面门 跌在地上暈了 就以为他死了 这样才执回一条命 但是就被他知道了这件事的起因 后来他就集结了翁天杰的七个兄弟 追杀铁拳甲 但是就被他扔走了 现在中原八二将和铁拳甲结仇的经过 前前后后就说了出来 丹眼婆翁大娘就在意着 就立刻问那三位公正人 铁拳甲应不应该死呢 只见赵正义第一个开声先 哼 这件事如果没有假的 就算将铁拳甲千刀万寡 一点都不太过 那个側头佬老七蛇我跳起身 好猛的说了 这件事当然没有假的了 不信你们问一下铁拳甲 铁拳甲就紧咬牙关 他说 我都说过了 我的确是对不住翁大哥 我死而无语 側头佬就立刻说了 你们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你们听见了 这些说话是他亲口说的 没有冤枉他 我们赵正义就说了 他自己照应了 我们都没说好说了 那他是公正人来 都说铁拳甲抵死了 那跟着到港古佬表态了 子英他说 哎 老柳都说过三个 也说过雪岳 但是好像铁拳这种 深刻手辣 不忠不义的人 都怕连曹操和秦魁 都望尘莫及了 雍大娘就说了 既然是这样 三位都认为铁拳甲 是该杀的了 港古佬说 该杀该杀 赵正义说 不止该杀 直接会将铁拳甲 乱刀分尸 以借江湖 那样 怎么突然听见 有人说了 赵正义 你口口声声 不离江湖 难道你一个人 就代表江湖了吗 这把声简短而有力 直直好像刀那样 又冷又快 那在这间屋里头 这个人进来这么久 才第一次开声 铁拳甲一听 就整个打了个凸 忽然发现这把声 好熟耳 他忍不住又睁开眼 发现坐在赵正义 和一个青衫老白中间 灵灵灵灵灵 就那个孤独而冷漠的 年轻的阿飞 飞少爷 你怎么会在这的 铁拳甲几乎忍不住 要惊呼出声 但是他更加用力地咬牙关 没有说出一个字 赵正义这阵时 面口都黑了 问阿飞 朋友 难道你认为铁拳甲 不该杀吗 阿飞说 我如果认为他不该杀 你们就要连我都一起杀 是不是 那个侧头佬火滚了 我放你妈妈的屁 阿飞立刻回答 我妈妈放屁 你妈妈又放屁 人人都会放屁 那又有什么好吵 你侧头佬恶了一下 反而不知道怎么说好 他们真的没曾见过 这样说话的人 他们不知道阿飞初入红尘 对这些骂人的说话 根本就不多懂 这时盲佬易明就 咫咫又又对阿飞说 我们请朋友来 就是为了要朋友你主持公道 只要你说出铁拳甲 恩何不该杀 如果说得有道理 我们立刻放了他都行 赵正义就大声说了 各位啊各位 我看这条俩子 不过是无理取闹的 各位不用理他的 阿飞望着他就慢慢说 你说人家卖有求榮 你自己不是一样 出卖过几百个朋友 我那天在雍家庄杀人 你也有份的 雍大娘看不到你而已 中原八二都吃了惊 跟着说真的有这样的事 阿飞说他现在要杀铁拳甲 是想杀人灭口嘛 赵正义本来还在那里冷笑着 炸底不理他的 哎 想想想都急了 就大声骂了 我放你 哎 他火滚起来 就几乎想像这側头脑那样 连粗口都说了 只要他说到个屁字 到嘴边了 忽然想起这句话 骂出来又没效的 何况破口大闹 又有失自己堂堂大俠的身份呢 当时就跃起头 骑骑笑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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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就学会了血口喷人 好在你这片面这些支持 没有人会信的而已 阿飞就说了 遍面之詞? 你們的遍面之詞 為什麼要別人相信呢? 唉 鐵拳甲自己都承認了 師父你難道沒有聽見嗎? 又聽見了 阿飛這四個字還沒說完 要這把劍已經頂著趙正義的頸喉 趙正義身經百戰 本來不是這麼容易對付的人 這次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他已經沒看出這個年輕人怎麼拔的劍 他只覺得眼前一花 劍尖已經頂著自己的頸喉 他沒辦法閃避 更加連動都不敢動 喂! 英俊 你想怎樣? 阿飛說 我只是問你 那天去翁家莊殺人 你是不是有份? 你...你...你都神的 你如果再不承認 我就殺了你了 這句阿飛說得平平淡淡 好像開玩笑那樣 不過眼中閃動 有一種令人不敢不信的光芒 趙正義整頭白痘那麼大顆汗 滾來滾去 啊...啊... 你這次回答 做個答得小心點 千萬別說錯一個字啊 阿飛腰帶插著他那把劍 人人早就見到的了 個個都覺得有些好笑的 不過現在 再沒有人覺得好笑了 趙正義面如死灰 幾乎被擊到暈倒 中原八義就算想救他 這陣子都不敢出手了 對呀... 何況他們都想知道水落石出 他們實在不敢確定趙正義 那天有沒有去過 翁家莊殺人放火 聽著阿飛又問趙正義了 我最後再問你一次 又是最後一次了 絕不會再有第二次的 翁天傑 是不是被你害死先 趙正義看著阿飛那對 嘔嘔嘔看不見底的眼淚 覺得自己骨頭都陰陰凍 不由自主聲音都震了 嘔嘔嘔嘔嘔嘔嘔對 嘔嘔嘔嘔嘔嘔 這個西字從外外的口裡一說出來 嘔! 中原八義凡個個變了臉色 毒頭第一個跳起來 你這個死產 做了這 Rebel 終層是居然 Mon puedo abs 阿飛忽然笑 各位不用生氣 翁天杰之死 不关他事的 啊 中元八二又都恶了 侧头老话了 喂 仙头 仙头他自己明明承认了的 阿飞说 他只不过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一个人 在被逼时候说出来的说话 根本不算数的 赵正义面色柔白转红 中元八二的面色就柔红转白 吵圈巴斗了 喂喂喂 我们何时逼过他啊 是呀是呀 你以为这样是屈打成招吗 有些人说了 是呀是呀 如果他是冤禮的 为什么自己不说出来啊 那几个人抢着说话 反而大家都听不清大家说什么 在暖农之中 听见盲佬易明湖就出声了 铁全甲 你如果认为我们冤枉了你 现在和我们解释清楚了 那究竟铁全甲 说出这件事的恩由是怎样的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忆分解 by bwd6 by bwd6 by bwd6